截至今早九点,中国的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七万零六百三十五起,超过SARS的八倍,相当惊人。 而累计死亡病例达到一千七百七十二起,已经康复的病例超过一万起。 而中国境内的重灾区湖北,在一天之内就出现了将近两千起的确诊病例,死亡病例累计达到一千六百九十六起,占了全国死亡病例的超过百分之九十五。 湖北在一天之内出现了一千九百三十三起确诊病例和一百起死亡病例,湖北校赶市从即日起升级新管控措施,所有城镇的居民和车辆严禁外出,非必须的公共场所必须关闭,药店、超市和酒店则定时开放。 湖北省政府十六号宣布,全省实行二十四小时严格封闭式管理,禁止外来人士进入及住户外出。 黄冈五学士也同样全面进出现行,没有通行证的行驶车辆一律被查扣,没有从事防疫工作却上街的民众也全数会被送往强制学习。 武汉市方面,全市公共场所及日起都必须扫二维码出入,市民要购买发烧药也必须进行实名登记。